OK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在这个 一天终结的时候 在今天晚上帮我们一起 聚集在这里 神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我们渴望在今天一起 晚上的时候 虽然工作了一天很辛苦 但是我们渴望在这个 时间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 神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在信仰上在灵里面 灵敏的成长 我们真的是靠的不是自己 你要靠神 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自己 全然的摆上 全然的奉献出去 才能够得着 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很软弱的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灵命上 有所成长 让我们也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检讨 我们这一天所做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所做的都符合 圣经的原则 是不是都符合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原则 感谢神 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所做的 我们所对人处事 这一切都是因着爱你的缘故 都是因为由圣灵的引导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今天晚上的事工 把这全然的事工 全部摆上在你的手上 我们渴望今天晚上 网络非常通畅 我们也有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开启大家的眼眸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圣经 好 我们今天下车 我们下车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圣经 我们这一卷圣经呢 今天要讲的是这个马可福音 看一下马可福音 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五节 稍微往后走 OK这本书是Mark Mark M-A-R-K Mark Mark是一个人的名字 同时呢他也是一个 也是这卷书的名字 就是这个Mark M-A-R-K Mark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五章的第五节 OK 前面呢就是说耶稣已经被抓起来了 被抓起来了 然后比拉多当时就有问他的问题 OK因为问他的问题的时候 耶稣没有回答 所以比拉多在追问 Aren't you 我们很多时候 你不是这样吗 Aren't you OK所以是 Aren't you going to answer OK 你不回答我吗 你通通都不要回答吗 是这个意思 OK 问你说 Aren't you going to answer 都不回答吗 好 看一下这里 See how many things they are accusing you of OK Accusing Accuse的话是 控诉一个人 OK 你看他们控诉你这么多的事情 OK 控诉 OK Accusing you off 控告一个人什么事情 一定是 Accuse 有一个off 这两个是配对起来用的 后面的戒词 Accusing you off OK我们再往下看 But Jesus still made no reply 耶稣还是不回答 没有回答 And Pilate was amazed Pilate觉得怎么样 很奇妙 这个很奇特 怎么这个人是这样呢 都已经 这么严重了 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他还不回答呢 这种事情是很少见的 OK我们再往下看 第六节 Now it was the custom Custom是一个习惯 OK 就是说这是一个风俗 一个当地的习惯 我们叫Custom It was the custom at feast Feast是一般的假期的时候 节假日的时候 Feast 要过一个节 一个大节 犹太人要过一个大节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To release a prisoner OK Release a prisoner Whom the people requested 他们要释放一个囚犯 Prisoner Prison Prison是我们的监狱 后面加了ER 就是住在监狱里的人 那就是Prisoner 囚犯 OK 这个是老百姓 所要求的 Requested 也就是说 罗马官方就 按照 众人所要求 老百姓所要求的 来释放一个犯人 OK 好 再往下看 A man called Barabas Barabas 有这么一个人 他先跟你介绍一下 有一个人叫Barabas Was in prison With the incircum Rection Insurrection Insurrectionist OK 后面还加 IST 那是什么样的人 OK So Insurrection 本身是 叛乱 叛叛的意思 作乱的意思 Insurrectionist 是 作乱的人 OK 他是跟这个 作乱的人一样 一起 Who had committed murder In the uprising 他跟这个 所有作乱的人 一起绑 一起捆绑在一起 一起 作乱 而且他那个时候 Committed murder 他犯过杀人罪 OK In the uprising 就是他们作乱的时候 他跟这些 作乱的人一起 犯过杀人罪的 这么一个人 所以Barabas 这个人是杀过人的 The crowd came up And asked the pilot To do for them What he usually did 前面介绍过 这个Barabas以后呢 第15节 这个群众 The crowd 是所有的群众 他们就上来 就要求这个Pilot Pilot是当时的巡抚 最高的镇长官 那么就要求 这个Pilot说 照他们 寻常 照常的这样子 来给办理 Usually did 意思就是说 以前 所有过节的时候 都是可以放一个 犯人出来的 现在又有人来 要求说 过这个节的时候 可不可以 再把一个犯人 放出来 好 第九节 Do you want me to release to release to release to you the king of the Jews asked Pilate 所以这个比拉多就问了 他说 你是不是要我 release 放出来 给你放出来 the king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王 the king of the Jews the king of the Jews 指的就是耶稣 当时外面都知道 就是说 耶稣的名字 他有一个 另外一个称谓 就是犹太人的王 the king of the Jews ok knowing it was out of envy ok 其实 第十节里面 就把整个事情 讲得非常清楚 比拉多本身 他非常清楚 knowing it was out of envy out of envy 是出于什么 出于嫉妒的缘故 他很清楚 出于嫉妒的缘故 the chief priest the chief priest 是那个祭司长 and handed Jesus over to him 才会把这个 耶稣 把这个 耶稣交给他的 handed Jesus over to him handed over to 这是连起来用的 这是一个习语 把什么交出来 给谁 ok 好 所以他很清楚 为什么耶稣被抓 所以他问这句话 ok 他很清楚 叫来龙去脉 but the chief priest stirred up stirred up stir stir 是搅动 搅拌 ok 好像你煮汤的时候 把它搅一搅 这个叫stired up 但是他另外一个抽象的 意思呢 就是指说 他搅动 搅塑大家 把大家 把人给搅动起来 那就是他中间 在挑拨礼件了 在挑塑 so stirred up 他把群众给 挑动起来了 to have pilot release Barabbas instead 他去让这个 to have pilot pilot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寻抚 对吧 他把这个 行政长官呢 叫他去 释放 不释放 耶稣 instead 加一个instead 意思就是 反而是 反而是释放 Barebus 没有释放耶稣 反而去释放 Barebus ok what should I do then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with the one you call the king of the Jews pilot asked him 这时候 pilot就问他们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个 king of the Jews 这个犹太人 的王 这个人我该怎么办呢 你们要我去放 Barebus的话 这个人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说 crucify him they shouted crucify 注意这个读法 crucify 第一个C 发的是k的音 第二个C 是发s的音 crucify 两个C 截然不同的读法 crucify 是把一个人 钉死在十字架上 叫crucify ok so they shouted 大家大声的喊 why what crime has he committed ok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what crime crime 是 犯的罪 做的恶事 has he committed 犯的罪 这个动词 犯罪的犯的话 我们用这个 commit 这个动词 他犯了什么罪啊 as pilot but they shouted all the louder 他们就更大声的 喊叫了 ok shouted all the louder 更大声了 crucify him crucify him 又一次说了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ok 这个地方 似乎有很多地方 他的句型都是 前面用一个分词 从句 ok 分词从尽的引导 你注意前面这个分词 从句 他的主语 他描述的主要的 跟后面的 这个地方的 这个主语 是同一个人 一定必须是 同一个人 ok so warned to satisfy the crowd ok 想要让老百姓 群众能够满意 让他们满意 这个主语 指的就是 比拉多 比拉多 想要让群众 能够满意 那么 pilot release berabbas to them 所以呢 比拉多就把这个 pilot 交给 他就 把这个 berabbas 就给 就给 释放 release 这个地方 用一个release 就释放了 he had jesus flog 他把耶稣 怎么办了呢 耶稣就被 鞭打 flog 是鞭打的意思 注意flog的 过去是要 两个g flog 重复一个g and handed him over to be crucified 就把这个人 交出来 交给人 去准备 钉十字架 ok 就准备 钉十字架 ok 好 再往下看 the soldiers ok the soldiers 当时这些看管犯人的 当然都是兵丁了 这些兵丁呢 let jesus awake 带出去 引导他出去了 把他带出去 进到什么地方 into the palace palace ok 这个palace呢 指的就是带到 这里不要翻成皇宫 这里是他们的 这个审判人的地方 就是一个 亚门里面去 ok 一个官方的 一个地方 ok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praetorian praetorian 到这个地方去 and caught together the whole company of soldiers caught together 把所有的都叫齐了 什么呢 the whole company of soldiers 所有的这些 军队 所有的士兵 整个的士兵 都叫齐了 好 我们再看 下一节 they put a purple purple robe purple是紫色的意思 purple robe on him 这个紫色的袍子 在以前的时候 紫色是尊贵的颜色 因为紫色呢 本身不容易染出 这个颜色来 这个颜色不容易染 你要 你要必须要 不同的颜色 加在一块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颜色 所以purple robe on him ok 他们把这个紫色的袍子 穿在他身上了 then twisted together a crown a crown cron是这个冠米 戴在头上的 twisted 它是经过扭转 twisted是扭转 就像你扭铁丝啊 扭什么东西一样 就把它有点像 编织起来这样子 ok of thorn a crown a crown of thorn 注意这个冠冕 用的 戴在头上的东西 是用什么做的 用thorn 做的 thorn 是我们的荆棘 and set it on him 把这个就安置 在他的头上了 set it on him 给耶稣给戴在头上 戴了这么一个荆棘 做的冠冕 and they begin to call it out to call it out to him call out okay call out 不是好事 okay call 是叫唤一个人 call out 呢 基本上是怎么样 是给他编名字 okay 就是用名 故意给他取个什么 不好听的名字啊 什么这个是 call out to him 好 故意这样子 而且是故意好像是 一般call out的话 就是说 假心假意的 不是很真诚的这样子 在这个地方 就是故意他们后面讲的话 好像是 庆祝他一样 哎呀 恭喜啊 哎呀 不错啊 这样子 所以 Hill King of the Jews King of the Jews 哎呀 你这个是 这个犹太人的王啊 恭喜你啊 太棒了啊 不错啊 这样子 这么一个 其实话里面 全然不是这样子 是一个讽刺的意味 King of the Jews 再看十九节 again and again 一次又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 struck him struck是极打 用什么东西打 他的原型是strike S-T-R-I-C-K struck him on the head 在他的头上打他 在他的头上打他 用什么打呢 with a staff staff是一个 像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 细长的东西 叫staff ok 好 and spit on him 而且还怎么样 还吐口水 对他吐口水 对耶稣吐口水 这些都不是 很尊敬的 都不是很有礼貌的 对犯人 非常不礼貌 spit on him spit 吐口水 falling on their needs ok they paid homage to him 然后故意呢 又用这个 falling on their knees 跪下来 falling on their knees 就是跪下来 这个屈膝 然后呢 来paid homage to him 故意好像 假装很崇拜的样子 来拜他 这样子 paid homage to him 二十节 and when they had mocked him mock是怎么样 是侮辱他 戏弄一个人 mock 叫mock ok 当他们这个 戏弄他的时候呢 mocked him mock him they took off the purple robe took off 是把他给脱了 把他这个紫色袍子 给脱下来 and put his on clothes on him ok 还是把他自己的 衣服给他穿上 and they have let him out to crucify him let him out 把他带出去 然后就准备 要做后面这个事情 crucify him 要钉十字架 ok 好 a certain man certain man 这个certain man 是某一个人 不是一个有名的人 就某一个 有这么某一个人 某一个张三啊 某个李四啊 这样子的 certain man from serene serene是 当时的这个 古内人 古利那人 他就从 serene这个地方来 他叫 simon ok the father of Alexander and Rufus 特别介绍 这个人 他是亚历山大 跟Rufus的 父亲 ok was passing by on his way and aired from the country 我们知道就是 从乡下来 不是从大城市来 passing by 他是经过那个地方 经过那个地方 on his way 他在走他的路 他就是要往某个地方去 他刚好在他自己要走 要走的路上面 经过这个地方 经过 刚好遇上了 耶稣在这个地方 要被钉十字架 and they force him to carry the cross force 注意这个字 force 就表示他是怎么样 被强迫的 他们用武力 强迫他 force him to carry the cross the cross 指的是十字架 carry是扛着 扛着这个十字架 背着这个十字架 carry the cross 好 二十二节 they brought Jesus to the place 他们把耶稣 带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go gat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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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叫 窟楼地 go gatha which means the place of the skull go gatha 这个地方 他的意思是说 the place of 什么什么地方 skull skull 指的是我们的头骨 人死了之后 那个骷髅头 那个叫skull the place of the skull 就是 骷髅地 是 放骷髅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 专门在这里 是行刑的 这个地方 很恐怖的 then they offer him offer 是提供 他们就给他 什么东西 提供他 你可以有这个 你可以有那个 ok 好 你要不要这个 你要不要那个呢 提供什么 wine wine 是酒 mixed with myrrh myrrh是墨药 因为 以前人知道说 这个myrrh呢 是有一点点 麻醉的作用 让你不痛 让你感受 不太感受到 这种痛苦 因为他 定这个十字架 的时候 是非常痛苦的 好 给他一点酒呢 跟这个墨药 混合在一块 but he did not take it 但是耶稣 没有接受 offer 表示他们提供 这个给他 但至于 接不接受呢 耶稣没有 did not take it 他没有接受 and they crucify him 所以他们就这样 把他钉在这个 十字架上 ok dividing up divide up 意思就是 把他的衣服 分了 加了一个up 就知道是全部都 分光了 dividing up 所以把他的 什么分光了 his clothes 耶稣要钉十字架了 他们觉得 你不再需要衣服了 这个衣服 就大家分了 这些士兵就分了 ok 分光了 dividing up they cast laws cast laws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个就是粘鸠 意思就是 我们以前 有没有 做个鸠 大家来抓鸠 看谁 谁抓到第一个 你就先拿第一件衣服 这样子 这个叫抓鸠 so they cast laws 年纠 to see what each would get 用抓鸠的方式来决定 谁能够拿到 他的什么衣服 这样子 it was the third hour when they crucified him 当他们要钉他的时候 当他们 把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这个时间很重要 历史重要的事件 圣经很重要的事件 所以要记下来 是什么时刻呢 是第三个小时 the third hour 午夜以后的第三个小时 ok 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 四出 这个是用 中国古代的方式 来讲 大概就是我们 半夜三点钟的时候 ok 好 the written notice of the charge against him read written notice 明明耶稣是没有犯罪 但是他们还是 装模作样的 做一下样子 看起来好像是正式的 有控诉他的罪状一样 所以written notice 这个通告 notice是一个通告 这个通告 这个是公告 给所有老百姓看的 of the charge charge是他的罪状 ok 控诉他 总要有个条款 against him 是对着他 ok的 控诉他的罪状呢 上面写的是 the king of the Jews 耶稣死的时候 那个通告上面 写他的罪状写 给大家老百姓看的是 犹太人的王 就是用这个来做 犹太人的王 作为他的 控诉的 这个罪状 好 再看下一节 they crucified two robbers with him robbers robbers 这个robbers 是指强盗 抢人家东西的人 他们同时 跟他一起 跟这个耶稣一起的 他们还盯了 另外两个人的 另外两个强盗的 也盯在十字架上 one on his right and one on his left 一个在耶稣的右手边 一个在耶稣的左手边 ok ok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讲 就是说 二十八节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在scripture and the scripture was fulfilled which is said 这个经上 这里有个特别 括弧的 经上的解释 这个经上所说的 这个经文 就被成就 到此就应验了 就完满了 的意思 was fulfilled 常常我们 犹太人常常这样 ok 如果经上曾经 以前的先知曾经 写过 讲过 什么样的预言 那现在到此应验了 成就了 那我们就用这个字 was fulfilled 这个经上的经文 是怎么说的 he was counted with the lawless p lawless one law lawless law是我们法律 lawless 是没有法律 没有法律 ok so he was counted with the lawless ones ok 他就 这个地方没有法律 意思就是犯法的意思 ok 没有法律 这个人 蔑视法律 根本不顾法律 他就犯了这样的罪 所以我们叫lawless 不讲法律的 lawless one 指的是那些 那些不讲法律的 犯了法的人 叫做lawless one so he was counted counted 是被列在 ok 被罗治罪名 被列在什么之中 ok 所以他为这个 犯了罪的人 好 这些不讲法律的人 列在他们之中 ok 好 those who pass by curl in saws at him ok 所有经过的人 pass by 我们前面讲过 pass by 是经过的人 curl in saws at him in saws 是羞辱 hurl呢 是好像 像那个龙卷风一样 卷起来 嚼起来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些人呢 就群起而攻之 来这个羞辱他 and hurl in saws at him shaking their hands 他们都摇头 这些人摇头 而且这些人还说什么 因为这些人在起哄 这些人在群起而攻之 在攻击耶稣 所以他们就摇头 而且这样说 当时的人这样说 so 所以啦 ok you who 你就是那个 ok 你就是那个 you who are going to destroy the temple and build it in three days 哈哈 你就是那个 要毁掉我们的 拆毁我们的圣殿 temple是犹太人的圣殿 你就是那个要拆毁 犹太人的圣殿 然后build it in three days 三天里面又可以 把它建造起来的人 你就是那个对吧 ok 所以这是一个羞辱的话 come down from the cross and save yourself 你就是那个人 你自己说这个话 那你自己下来 come down from the cross 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 and save yourself 你自己救自己吧 看你怎么救自己 就是这么一个口气 31节 in the same way ok 同样的方法 不只是群众这样子戏弄他 这样子羞辱他 同样的方法 the chief priest 这个祭司长 还有the teachers of the law 这个文士 他们也是这样 mocked him 也是这样羞辱他 戏弄他 among themselves 在他们之中 这些 这一群人里面 祭司长跟文士 也这样羞辱他 也这样 用同样的方法说 he save others 他们这样说 当然这些人 是比较有学问的人 说法 就比较间接一点 他说 他就拯救了其他的人 他拯救了其他的人 but he can't save himself 但是他救不了自己 所以他们是这样说的 32节 Let this Christ the king of Israel 就让这个所谓的基督 Christ the king of Israel 以色列的王 come down now from the cross 让他自己从上面下来 that we may see and believe 这样他从上面下来 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能相信 然后也可以 信他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相信他 你从上面下来 我们就像 看见了 我们就可以相信你 Those crucified with him also hip insults on him 那些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 谁是钉十字架 就是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那个强盗 也开始 hip insults on him hip insults 也是一样开始 羞辱他 羞辱他 hip insults on him 所以现场所有的人 包括这些围观的群众 包括这个文士啊 还有这些祭司长啊 还有包括跟他一起 钉十字架的这个强盗 也都怎么样 羞辱他 insults 这个insults 我们不要忘记啊 羞辱 OK好 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 停下来 我们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这个 屏幕的同工 然后呢 我们主持人请准备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是做领读 跟读的时间 求神 让我们能够 专心一致的 来学习你的话语 求神 让我们领会 就圣经之中 经文里面的 大力量 我们渴望 透过这个方法 来讨你的喜悦 同时我们也 透过读经的方式 让我们的灵命 有所增长 让我们在读的时候 我们要思索 这个经文的意义是什么 谢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十分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